刀壓的設定 刀壓的設定也很簡單 只要按這個鍵按下去 按下去這個就會開始 跑動 一樣用方向鍵去選 刀壓就是 FIRST 壓力 FIRST這裡顯示是16 如果你切割 你覺得你的卡點西德割完了之後很難調製 你就可以試試看把這個壓力變重 壓力變重 不要一次變太重 變太重有時候會把卡點西德下面的紙也切斷 這樣子就是表示你壓力太重 所以調整就是這樣子 好了之後就按 再按這個鍵再按一下 就回來了 基本上剛才 我們大部分因為這個老師已經設定過了 就是16 除非刀子 鈍掉 可是這種刀子 基本上鈍掉可能要三四年 才會鈍掉 所以基本上都是16 好 所以這個是刀壓的設定 我們可以再按一下